这就是我们设计的最新款的补充机 像这个都是鲜耕灭茶混合食肥 把这个麦茶破罪换田 把化肥进入鲜耕和土壤 它们鲜耕20公分宽 深度10级公分深 那这样把化肥和土壤鲜耕了 混合食肥这样不烧种还不烧苗 是这个项目 买了我们基地地地干活 一个季节就是10天半月的时间 从收割小麦开始到播种结束 它平均一天在地地干活 也就是100亩左右 从开始到结束 一个用户卖了我们播种机 一般的这个季节 有挣到三万左右的 有点两万多的 效益还可以 就是一天就是六千木顶 一木顶收留 一天就是一下子玩意儿 两千来玩意儿 这不容易确实不来 我的想法将来报复了 机生产量不大 重地的老百姓 减轻他们的负担 用我们机器给它付货 要是做大的话 还可以补小头 放到银行里面也能用 我是河南省 水县 有几屯乡 开张村 我们这个地方呢 因为是一个素梨之乡 梨呢 口感很好 栽下来以后呢 储存到梨窖里面 冬天能卖一个好价钱 家家呢 都有那个梨窖 不过呢 梨窖里面呢 避免不了有那个老鼠 用老鼠药呢 把药叼到这个食品上 老鼠夹又容易伤到人 老鼠粘呢 冬天的时候就会失去效果 让他们很头疼 以前坐过修理摩托 开过饭店 当过电工 包括这个车床 变汗之类的 我这个人呢 就喜欢琢磨一些东西 摸索一些东西 整天呢 在家琢磨这个 捕鼠的事 研究了一个 安全又卫生的 连续捕鼠器 还不错啊 这个门呢 就是电子孔这 非常灵敏 通过电磁 通过电以后呢 它产生一个磁场 把这个贴块呢 就吸下去了 先去走过来 就带动这个机关门 把这个门给打开了 老鼠呢 它只要在这个地方 活动过来了 走到这个地方以后呢 窗 里面就 就走到 我看到老鼠 它好像知道 是一个陷阱 都不往中间来 对对对对对吧 它承受一个老鼠的重量 还是绰绰有余的 对对 压不开了 对 这个捕鼠效果也可以 不过呢 就是我们看不到里面 到底有几只 我们要是打开那个机关门 看的时候呢 老鼠呢 容易从里面穿出来 另外呢 还有一些那个电路呢 在外面漏着 雨水呢 容易把这个电路呢 形成短路 造成这个机器瘫痪 因为做实验的话呢 老是进一些材料啊 整天补进钱 还要花钱 说什么的都有 有的说 不好好做生意 整天瞎得捂啥呀 一个捕老鼠的东西 至于费那么的劲吗 我呢 就是这样的人 不论别人怎么说 我既然做了 我就要用心 把它做好 猪猪仓 加大了 另外呢 在里面呢 又加了一个单向门 进来的老鼠呢 回不去 里面的老鼠 又可以引用外面的老鼠 因为老鼠 它喜欢榨堆 我做好以后 去了泥教 养鸡场 还有面粉场 收小麦的地方 让他们呢 那个使用 平均一个晚上呢 能补七只嘴 保湿方面 它感觉还会成 现在相信我的这个东西 能补到老鼠了吗 行可以 教掌 你这个会秤了 可以差不多 差不多 还不错的 还挺好的 虽然这次成绩不大 不过呢 也算是我人生中 卖出的第一步 能为我们这个 苏黎之乡 尽一份力 我很欣慰 这是一个人生中的 我能帮我 我能帮你 希望你能帮你 我能帮你 舍得 你 当手 愿 evaluated 还是